2008年 我们从工作里出来 到现在两年参加了 完成了全世界训练 壮年班 盼望你们能够早一点 能够不要像我一样 只能参加壮年班 全世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呀 我们两个人用几分钟 给你们见证一下 是04年的时候 就是在这里 扭着这个训练 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原来有一个方向 我不多说 但是04年 让我看见了神永远的经论 神是有定制的神 神是爱我们的神 04年的时候 我就坐在后边的那个地方 一个角落里面 但是我经历了荣耀的神 向我的显现 以西解十六章啊 他说呀 当我从你旁边经过 我看见你 就震动爱情的时候 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呀 原文的意思是说 神我坐在那里 他从我旁边经过 背有爬舵的角落里 他从我旁边经过 他看见我 原文就说 我的时候 就是爱情的时候 这是my time is time of love 从此我就遇神 谈恋爱 04年开始傻了 疯了 把姊妹也奉献上去了 05年 他又来了 然后他又给我 一样的疯疯癫癫癫 到了08年 08年又一个更新的奉献 不到两个星期 我们就荣耀的释放啊 从我们可爱的工作里边 那一个方向 完全的释放出来 我们全家六口 从人看来 舒舒适适的环境里 把一个大房子 派开到一个mini van里边 全家六口 我们就开到New Jersey 在这里全时间的训练 是短期密集大量 09年就是去年 还有个事情 我有个负担讲啊 08年 我们出来的时候 现在想啊 讲起来这么豪迈 但当时并不容易 08年 是我为什么能够出得来 是因为主爱我 04年我就疯疯癫癫 拖到了08年 神给我说话 下最后的通牒 08年 08年 奉献之后 不到两周的一个晚上 我无法入睡 我没有像余桂学那样 大胆向主要求 我与你摔跤 但你不能摸我的大腿窝 我的主 我的爱人 他只是向我说了一句话 最后的通牒就是 如果你不出来训练的话 我们就算了 没有定罪 他也没有说不祝福 但只是说 算了 我隐藏了 04年开始 我最怕的 我侍奉主 什么都不怕 我最怕的一点 就是主不与我同在 那个最后通牒 我只好从翻身下床 写一个email 给我的老板 因为老板第二天 要给我一个更大的一个活 让我来负责 我如果接了那一个 我恐怕 又不是等多数年才能出来 所以我赶在我的老板之前 与他交谈 弟兄姊妹妹 我第一次经历 什么是豪妹 在老板们面前 能够 能够站立豪妹地跟他讲 我要去训练 等我 与老板谈通了 然后主要跟我讲 姊妹要一同出来 我们两个是一个公司 上下白卡铺 非常舒服 Amen Amen 是 Amen 是 主耶稣 主要实在可以看见 从2004年 弟兄奉献了以后 真的是过了一种不一样的生活 其实在之前呢 我们得救了好几年 但是呢 说实在的 我是外面的基督徒 我在外面 所有的聚会我都参加 我也家打开 可是我的里面 跟主很远很远 我觉得是 主是别人的主 我看过这个得胜者 我是觉得说 是他们 在他们的眼中 他们可以经历得胜的生活 但不是我的 但是后来呢 弟兄回来以后 人完全变了一个样 说实在 之前呢 我们的生活 也许跟事 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呢 暂时从那之后 弟兄生活 真的是有一个变化 所以这个变化 就吸引我 我当然知道 他已经把我给奉献了 但是他跟我讲的时候 我里面是说 你把你自己奉献来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奉献我 但是呢 真的是 连我这样的人 主都蒙怜悯啊 主都怜悯我 所以呢 那一年我就受吸引 我就说 主啊 若是可能 我也去尝一尝 这个训练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训练 所以呢 2005年 我来到这里 然后我坐在那里 那是流了我 从小到大 第一次有那么多的眼泪啊 我就没有 我就天天坐在这里 我听了前面 不论是做见证的 还是弟兄们 讲这个信息 我就不停地流眼泪 我说每一句话 都是对我讲的 所以 所以那一次啊 我就 我就真真实实地摸到了主 从那以后呢 我就 我也知道 我的弟兄呢 他的生活变化了 然后我看到这个呢 我也知道是说 主一步一步地在带领他 所以等到后面的奉献的时候 我就没有办法去拦住他 因为我也尝过主人的滋味 所以说实在2005年 我在这里烧过之后 我回去啊 那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 我一直都在读 尼弟兄的这个 他的那个尼弟兄文学 好多书啊 我都是天天在上班读 下班读 天天放不下 但是呢 我的生活呢 也就在那几个月 有复兴而已 然后呢 又慢慢慢慢淡下去了 所以等到第二年 我们弟兄再来这里 又得复兴的时候 又奉献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主啊 若是他愿意奉献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拦住 当我们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从公司里 两个人都离开公司 回到家 跟父母讲 我父母与我们住在一起 这个比 比与老板请假更难 但是 上班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不去上班了 那都要跟他讲 我就现在还记得 我父母 他的眼神 我是在我家最小 我有一三个哥哥 我父母对他们要求很严 但没有 在他们眼里 一个都没有出息 到了我 我父母对我说 不要管了 他小学过了三年级就很好 结果我一路到了美国 在他们眼中看 这是他们的盼望 他们的骄傲 可是我们两个就这样出来了 但他们无法理解当时 他们的眼神 就说你们的孩子 才一岁多 四岁多 你们两个人同时出来 我里边也是流泪 但是 却真的有神的荣耀 我的父母 非常爱我们 他们也是 爱主的人 他是来美国 看我们的时候 得救的 他们两个看 儿子的心意已定 就两个人都关到门里边去 跪下为我们祷告 求主引领我们的一生 后来 当我们来的时候 我说一家六口 包括我的父母 他们也欢欢喜喜 来到这个训练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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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年 去年 又经历主 非常经历主 又是这个训练 主题就是祭坛与帐篷的生活 Amen 壮年班的训练 一年结束 我们的奉献是 过祭坛与帐篷的生活 Amen 奉献 主就兑现 Amen 是 我们是原来在东岸 我们现在是住在西岸 Amen 就是基于我们这个奉献 Amen 那我快点讲 这个 真真实实的一奉献 主就在我们生活中做事 Amen 我们也不是那种 说起来豪迈 也不是 过起来 真的也是 拖拖拉拉的人 但是主有办法 我们在这里住了一年 我们很想回去 再去住我们的那个大房子 当我们在想的时候 你算那个时间 我们的房子就发水了 从二楼 住了这么多年 我们的房子住了八年多 奇妙的那时候 就发水了 当他修好 我们想终于可以再住一晚上 真的就住了一晚上 那时候我还不在家 所以突然打电话来 我听见的是 邦邦邦邦邦邦 是水 从上面滴下来的声音 你可以讲一讲那个 说实在第一次的时候 那个房子发水的情形 我们没有看见 等我们回去的时候 我站在那个废墟的里面 这是墙已经全部掏空了 就像一个新房子一样 里面是个空架子 你可以看见 里面有很多的发霉的东西 在那个墙上 所以我站在那个废墟的里面的时候 我忽然发现说 我们所握住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房子 主啊 是什么 一息之间就没有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忽然觉得说 主啊 你何等的怜悯我 主啊 你让我 这是认识到 你有永远的价值 真的是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房子呢 我们刚好住在一个 弟兄姊妹的家里面 然后那段时间呢 就是有奉献 也愿意走 愿意过这个集团 有帐篷的生活 但是呢 看到房子的时候 又觉得有软弱 又觉得说 等这个房子修好了 也许我们可以再住几个月 然后当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主真是 我是觉得说 主啊 我不知道主 祂是 祂的智慧高过我们的 当我们实在是 我们回去 这个房子修好的时候 我们欢喜快乐搬进去 当天晚上的时候 第二次发水 然后我站在那里 我在楼上收东西 因为我们要预备走了 再pack东西 然后呢 我的女儿在下面说 妈妈妈妈 我们家里下雨了 然后我来到楼下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墙上 天花板上 就开始往下漏水 然后那个吊灯上 就开始往下漏水 然后我就觉得 天塌下来一样 然后我就开始 给我的弟兄打电话 因为他那时候 已经出去 每个周末都不在家 对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觉得说 主啊 后来那个弟兄说 我们跪下祷告 我们全家人 大大小小 全部跪在这上祷告 我说主啊 我跪下来的时候 就平安就领导我 我说主啊 我何等的怜悯我 真的是像我这样一个罪人 你用这种方式 你不放弃我 所以那一刻我们全家人 就是立定了心志 两个礼拜以后 我们就搬到了甲州 其实房子这么淹了以后 搬起来就快多了 再加上第二次发水 邦邦邦 你就听见 主在推促的声音 赶紧上方舟啊 来到这里以后 来到这里以后啊 有个姊妹 原来在北卡 我们小排里得救的 来到这里以后 看见我们的变化 怎么这样 他都掉眼泪 他觉得 哇你们原来住这么大房子 到现在这边 就住两个bedroom 家族的bedroom还小 连一个bedroom里面 放不了两张床 所以我们就天天打地铺 哎呀 他们都不理解 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 非常的喜乐 我们天天打地铺 因为我们六口人 至少需要放单张床 现在只能放两张床 所以我姊妹呢 就天天打地铺 她那一天告诉我说 我五分钟就能够把床收拾好 何等的喜乐 我还有一个一点 还有一个负担 因为我看见这么多人出来了 我一个经历告诉你 这个经历就是 我认为我出来全时间了 我也受过一年的训练了 我以为我可以大展身手 我可以好好的服侍我的主 可是 我们真的需要训练 再训练 Amen 我出来的服侍是失败加失败 Amen 弟兄不满意 我自己不满意 主耶稣 Amen 我真是经历像 我爱我的丈夫 Amen 但是是新婚呢 Amen 我给她烧菜 要么烧不熟 要么烧糊了 我曾经 主啊 我觉得我没有用处 主啊 我服侍不了你 我不想服侍你了 我服侍不了你 我跪在那里向他祷告 我半睡半醒 就是一个一晚上 跪在那里到了天亮 主耶稣 Amen 一片都是黑暗 但是那时候 主就给我一句话 说一切都是黑暗 但是我没有离开你啊 你自己认为不好 别人认为也不好 人人都觉得 我真的是难受 可是主说 我没有离开你 我经历主啊 他的肝在引领我 Amen 他的账在保护我 Amen 我 主耶稣 交给你 交给你一生 Amen 我一定能够经历 我成为要你 心满意足的爱人 Amen Amen Amen